英國一間比一間還要美的香氛美妝店 有傳統的英式風格 也有現代自然派 給你療癒香氣 亮膚美不完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今天呢我要帶你們去逛逛 一些英國的獨立香氛美妝店 這幾個牌子啊 其實在台灣都有 只是都是藏匿在一些選品店裡面 他們其實在英國都有 獨立的店面可以去逛哦 那我覺得英國的美妝店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們蠻多都是採 自然直萃有機環保路線 所以店裡面的裝潢設計啊 都非常的有自然風 那第一個啊 我要介紹的是Mila Hurri這個牌子 那這個牌子啊 其實是一個香氛店 就是它以很多香水啊 或者是香氛蠟燭聞名 那Mila Hurri 它其實是一個英國的女性調香吃 它最早最早開始 其實是幫一些名人 來調製個人的香水的 其實造價都蠻貴的 那有很多英國的名人都是它的客戶 那它調配的香水 我覺得味道非常特別 因為蠻有它女性的一個獨特的味道 那它現在啊 其實跟很多的藝術家合作 或者是插畫家 或是花藝師 所以讓這個牌子更有藝術的氣息 那我之前啊 去逛他們英國的一些店面 其實每一間店的設計都不太一樣 共同的特色就是很有藝術感 那我逛了一間店啊 就是它裡面 因為它正在推出新的香氛系列嘛 那它是如何讓大家有很特別的體驗呢 就是它在它的店裡面啊 設置了很多電話亭 就是你可以拿起電話 聽電話筒裡面的聲音 電話筒裡面的聲音可能是 一個大自然的音樂 或者是一段鼓聲 或者是有人在講英文 就是你可以閉起眼睛 聆聽它的聲音 然後再聞這個味道 讓你可以進入這個香氣的世界 所以我覺得 這個跟藝術家結合的方式非常的特別 Mirror Harris啊 其實最近推出了一些新的產品系列 我也自己也非常喜歡 其中有一個也是跟藝術合作 它是在英國很有名的 McQueen's Flowers的花月 那它們是非常非常厲害的花藝學校 那它們就推出了 大概有三款這種 跟它聯名的這個蠟燭系列 那這個蠟燭系列啊 其實它是模擬花店裡面的香氣 你想想看 如果你走進花店裡面 可能有很多花的香氣 還有一種很特殊的味道 就是擦花店啊 不是它們會修剪一些枝葉嗎 然後那些枝葉留下來的一些枝液 樹枝的味道 其實也是被它們模擬出一種味道 那有一款就是一聞就覺得說 哇 那個就是花店裡面的花材 剪下來的那些樹葉枝液的那些清香 我覺得聞一聞也非常的舒壓 那我覺得這個系列的味道非常好聞 那最近它們也推出了一些身體沐浴的系列 那它們都是以永續環保為理念 那我覺得推這個方向非常好 因為它們都是用一些可回收的一些塑料材質 或者是可以被分解的 那就是它們的包材上面也都是用一些環保的材質 那對地球真的是非常的盡心盡力 第二個我要介紹的是尼奧這個牌子 如果有在follow英國皇室的人應該會知道這個牌子 因為英國凱特王菲他自己就說他自己非常喜歡這個牌子 那尼奧它其實是一個有機的芳僚品牌 那它的創辦人其實是叫Nicola 他其實最早最早其實是在雜誌社當編輯 那我上一次就是到它英國溫布頓的一個旗艦店去逛 那那間店其實真的很紓壓 裡面全部都是那種有機芳僚的東西 跟一般的芳香品牌比較不一樣 一般的芳香品牌的味道比較直接 那可是你用這個牌子它是芳僚系列 都是經過一些有機精油的調配 所以是真的非常的紓壓 那這個Nicola他本人其實是一個人很好的一個媽媽 非常漂亮 讓我覺得他長得有點像凱特溫茲雷 他就跟我分享說其實這種有機的芳僚的一些精油 其實真的是可以舒緩的壓力 因為他當初就是在雜誌社上班 就是壓力太大了 睡不著覺 所以他就索性乾脆把工作辭掉 然後來研究這些有機精油給他的療癒感 那他的產品系列其實很簡單 就是大概可以分成快樂 活力 或者是幸福 以及身心放鬆 所以你可以看看你想要達到什麼目的 你就從那個系列下手 那我上次在跟他聊天的時候啊 我就問他說 像如果你有兩個小孩啊 他們每天都太嗨了 你該怎麼辦 那他跟我講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每天就是吃完晚餐之後 他就會在他們家的客廳跟起居間 開始點一些可以讓小朋友放鬆的香氛蠟燭 是有這些味道 他的孩子就會慢慢慢慢地沉浸下來 所以我想說 嗯 這真的是個好方法 我回家也要試試看 那我要介紹你用啊 其實最明星的產品 就是這個美肌香氛蠟燭 大家看以為它是一個香氛蠟燭 對 它其實就是 可是它的重點 它其實是一個身體保養油 那如果你要用這個美肌香氛蠟燭 大概是你要用之前30分鐘把它點起來 然後把它焦熄 可是其實上次我去採訪的時候 那個Nicola 它就直接這樣子 你看 點著 然後就直接把它倒出來 它就是一個很嚴重的治療 你們知道這個治療嗎 對 對 所以這是真正的美肌版 什麼東西 有點不容易 所以那是太多了 所以我肩膀都不會太燙了 它就是很溫熱的感覺 因為它是一個燃點很低的蠟油 所以其實你在冬天啊 如果你想要按摩身體的話 它就是熱熱的 所以你就是把蠟油倒出來 你就是直接想要按一些身體的乾燥的地方 像是手還有腳 還有就是這些指尖 就是一些指圓餅 比較乾的地方 其實都可以都可以用來按摩 真的很舒服耶 你們要不要試試看現場的人 因為它裡面真的不會太燙 誰想試試看 它其實你怕燙嗎 其實應該還好 燙嗎 就是溫溫熱熱的 就是說像冬天皮膚很乾的人 如果想就是 真的一些乳液乳霜很難吸收 用這種溫熱的蠟油真的蠻舒服的 它原來裡面是甜杏仁油跟大豆油 那它下加了猴麵包樹跟猴猴馬油 所以它的滋養成分更好 所以就是 我覺得就是 這個真的是給你很幸福的療癒感 那除了這個美肌香氛蠟燭之外啊 它今年也推出了這種隨身瓶 隨身的試管香水 那也是百分之百 幾乎是99.9的天然的精油成分 所以那如果有一些人對香 就是香水的那個香料很敏感 就是噴完之後就是一直打噴嚏 就是不舒服 其實很適合使用這個試管香水 接下來我要介紹這個牌子 應該蠻多人都聽過的 就是NYR Nier's Yard 它大概在英國算是蠻老牌的一個有機的保養品牌 那它大概在1981年創立 那我這一次是去逛它柯芬園的旗艦店 然後柯芬園應該大家如果要去英國旅遊應該也都會排入行程 因為柯芬園裡面有蠻多市集可以逛的 那它最近這幾年也入住了很多國際的美妝大品牌 所以如果對美妝有興趣的人 真的要把柯芬園列成一個參觀的景點 那這個柯芬園的NYR's Yard的旗艦店裡面 其實我覺得也非常的漂亮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它的店裡面後面有好多好多的透明的大品館 然後裡面都放了很多的藥草 其實就是一些藥草茶 如果你到現場 他們就可以泡藥草茶給你喝 那還有就是NYR's Yard其實最特別的 就是他們的包裝都是深藍色的玻璃瓶 那玻璃瓶其實可以保護一些成分 它用到的成分可以不會受到陽光的照射 而快速的損壞 那他們這個藍色的玻璃瓶其實也用在店裡面當成裝置藝術 有很多的燈或者一些吊飾都是這個藍色的玻璃瓶 那NYR's Yard它其實是一個有機認證的品牌 它在英國也算是一個就是得到很多第一 像是它是第一個有機精油的認證的一個大眾品牌 還有得到英國土壤協會認證的品牌 還有碳中和的大眾品牌 還有開了第一家就是可以有機體驗的一個這個美妝店 所以他們真的是一個英國很多第一的有機品牌 最明星的產品就是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玫瑰亮彩萬用霜 它大概有多萬用呢 大概就像是我之前介紹的凡士林這麼萬用 就是說它可以用來卸妝 因為它是膏嘛 所以如果你有些輕微的彩妝你可以用這個來卸妝 或者如果你的皮膚比較乾 它也可以當成一般的乳霜 或者是如果你有一些紫緣很乾裂啊 或者是護唇膏嘴巴突然覺得很乾 其實這個萬用霜都可以拿來使用 那另外啊我還要推薦的就是它一個新的系列 就是因為現在有蠻多人都是說自己皮膚很敏感脆弱 很多產品都不敢使用 那因為NIRTH ER是採用一些有機成分 然後不含一些人工的添加物 所以它也推出了這個書餅系列 就是專門為敏感性的肌膚使用 那我自己覺得它的產品很特別的地方是 這支精華油它的質地非常的清爽不厚重 因為像有一些皮膚比較敏感脆弱的人 它可能需要比較質地厚重的人 去幫它建構一個皮膚的防護網 那這一瓶其實它真的是很清爽 很清爽的一個精華液 它就是塗在皮膚上之後一下就被吸收了 而且有一種很滑順的感覺 而且有點就是被包覆保護的感覺 然後可以修復你的肌膚 所以我覺得它這一系列 蠻值得可以使用看看的 接下來我要介紹一個就是 英國的頂級有機中心裡面的一個牌子 叫Benfol 這一次我去這個有機中心真的令我大開眼界 因為這個柯子沃菌其實是一個女爵士 她自己的一個有機農場 她大概在30年前開始把它的這個農場 用有機的方式來種植 所以她自己種植一些蔬菜啊水果什麼的 後來呢她就索性開了一間有機中心 裡面大概就是一間非常非常大的超市 我進去的時候發現 哇裡面有好多水果蔬菜 還有一些生食跟熟食 還有賣酒窖 還有賣一些廚房用品 位在柯子沃的這個女爵士 她後來大概在2006年 開始把她的這個有機的這個生活方式 帶入一些時尚跟一些保養品的領域 所以她就創造了一個Benfol這個品牌 那Benfol這個品牌其實都是一些香氛啊 沐浴啊 用有機成分的一些保養品 那她在那個很大的中心裡面 也有一些SPA店 還有就是一些瑜伽教室 其實裡面的裝潢設計都非常非常的舒服 還有紓壓 Benfol的東西大概都是以身體香氈類為主 那他們最好的明星產品 其實是這個枕頭噴霧 那我想說很多人會覺得說 什麼是枕頭噴霧啊 枕頭也要噴東西 對 因為那些就是比較注重生活品質 或者是對於一些長時間要出差啊 常會有時差困擾的人 或者是有的人會覺得 每次去外面睡覺到認枕頭的人 其實這個枕頭噴霧是很好的選擇 因為它裡面啊其實含有一些薰衣草啊 佛手乾啊 就是橙花這些味道 其實可以讓你在就是 在外面睡覺的時候啊 就有一種療癒的感覺 放鬆的感覺 也可以幫你調整你的時差 所以如果你有去英國玩 其實建議你可以買一瓶回來試試看 接下來我要介紹這間店非常的特別 它就是英國查爾斯王子的有機選品店 這個地方大概是距離倫敦兩三個小時車程的地方 叫做Glostershire的這個小鎮 那這個小鎮啊 其實是查爾斯王子的封地 那它在多年前被封在這裡嘛 然後呢它就看到有一個荒廢的一個莊園 它就花錢把它買下來 然後重新整理 不過其實裡面的那個 英國的風味非常的濃郁 那除了有這個英國查爾斯王子的這個莊園 可以去預約參觀之外 它在馬路上面其實還開了一間小店 叫做High Growth的小店 那這個小店其實是它的有機選品店 那我也進去看了一下 如果喜歡那種英國田園風的人 應該會進入這個店就會瘋狂的尖叫 因為它裡面啊 就是有很多一些抱枕 家室 家室用品 還有一些很漂亮的杯杯盤盤 都是那種很英國的田園風 我進去真的是快要瘋了 覺得什麼都想買回來 可是也沒有辦法 因為那些杯杯盤盤很難帶回來 那所以我就開始轉向 它除了這些家具家室用品之外呢 它還有一些美妝產品 那我自己啊 其實當初就買了這個 上面有密封的護唇膏 那為什麼我要買這個呢 因為我覺得護唇膏 非常適合旅遊使用 就是放在你的口袋裡面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用 那這個密封的這個護唇膏 它其實加了裡面又加了一些 也是很天然的成分 那我自己使用過 我覺得它這個有機的這個護唇膏 就是擦在嘴巴上面很滋潤 那另外我覺得裡面還有一個 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它裡面有好多王室的家徽 還有很多英國王室的照片可以選 比如如果你是對那個 英國王室很著迷的人 一定要去逛這間店 接下來我要介紹兩個牌子啊 它們在英國是沒有實體的店面 可是它們在網路上都非常非常的夯 第一個啊就是這個蠻新的牌子 叫做UA這個牌子 那這牌子啊它其實蠻年輕的 它大概是2011年才創辦 那這個創辦人啊 他其實還蠻奇妙的 就有一天啊 他在自己家裡的廚房 自己在那邊做蠟燭 做完這個蠟燭啊 他只是想要送給他的好朋友當禮物 就沒想到他的好朋友收到之後 就是驚為天人 覺得實在是太好聞了 然後呢就不斷地散開來 就像連不認識的人都開始說 我可以擁有你的蠟燭嗎 所以他就乾脆就是 成立自己的牌子 開始做一些手工蠟燭 然後呢來開始販售 它的這個全部都是手工製造嘛 然後他們在英國的工廠 它其實裡面還有設置一個燃燒室 那燃燒室是幹嘛的呢 就是它每一批蠟燭做完之後 它就會抽一個蠟燭去燃燒室試燃 就是保證它每一個大概300克的蠟燭 可以點整整60個小時 所以我覺得如果對香氛蠟燭 有一種喜好的人 覺得市面上的香氛蠟燭 已經沒有辦法滿足你了 你可以去看看這一家的香氛蠟燭 很多味道也可以供你選擇 接下來我要介紹這個 英國的有機直萃品牌 叫做Odelic 那Odelic創辦人 其實大概在30年前 就開始幫英國皇室來調配精油 那因為後來他自己的女兒 有得了異味性皮膚炎跟濕疹的問題 所以他就覺得他想要成立一個品牌 然後把這個品牌把它平民化跟實用化 所以他就成立了這個Odelic這個品牌 那這個牌子其實也是用有機認證直萃 還有就是他們的產品也都得到 英國的土壤協會的認證 目前最受歡迎的其實是這一瓶精華油 那這一瓶精華油其實就針對比較乾燥敏感的肌膚 如果你的皮膚很乾燥 用什麼產品都沒有辦法吸收 或者是得到一個表面的屏障 那這一瓶果油是蠻好的選擇 打開來其實就是比較濃郁的顏色 然後呢如果你的皮膚比較乾 你可以之前先用一些前導液打底 然後再擦這個油 那味道其實就是很自然的直萃的味道 所以如果你常常用到一些比較化學成分高的產品 皮膚比較不舒服的話 這個產品是蠻適合實用的 所以如果你去英國逛到一些有機超市 你應該都可以找得到它 以上就是我介紹今天英國品牌的香氛美妝店 哇我們現在整間都是香香 非常的香 如果你有計劃去英國就去逛逛 如果你還有什麼彩妝保養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喔 掰掰 我們下個禮拜三個月 我們下個禮拜三個月 這個月會不會有最好的 還有一天 吃到白眈